恭喜 恭喜 恭喜您 请为我们的公主 线上泼水迎波 我要接迎波了 你们能不能走开 现在你需要取第一瓢水 第一瓢水 你们都给我暂停 我要泼第一瓢水 七号 我恨你 好可怕 来 拖出去斩了 那个 回过那个男的 拖出去斩了 现在 拖水正式开始 还没结束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快点拖我了 我现在跟你讲话 开始 开始 我现在跟你讲话 有我 哈哈哈哈 我只能跟你讲话了 你也拖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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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坏蛋 我都是你刚才拖我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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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云 合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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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吏 啊 Angel aktiv aktiv 眼神 グ 鼻 啊 眼妝都掉了 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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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婉救命啊 冲雪结束 给我看看 你为什么还是那么美 气死我了 没有 我完全都没变过 好 接下来呢 这是我给大家的礼物 我数三二一 我们一起往花墙上面坡 这上面有非常美好的寓意 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 二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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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什么 来了 来了 哎呀 哇 这什么 不知道写的什么字 这上面呢都是我们每一位女生的另外一半宣布在一起的时候的所有最美好的画 是你们那个爱的宣言吗当年 我们的爱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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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在一一零年 是我生日的时候 他说可儿本来想明天送上我的祝福 但内心的涌动无法抑制 必须表达生日快乐 我爱你 据他说是他当时喝多了 不是喝多了 就喝了点酒 他本来不敢发这个微博 然后后来是因为看到很多人都在祝福我的生日 他觉得他不能忍了 他也要罢 对 所以他就发了这个 对 怎么还不敢呢 还得冲着酒去 一零年 他说的一零年年底的话 那时候我们俩已经领证了 我应该早就可表白了 所以那算是在公共媒体上第一次相当于像宣布一样 这是我的女人 他心里头是一直记得那个表白的 他还是心里头挺甜的 挺感动的 挺感动的 我记得不比他少 只不过这一瞬间可能是稍微的有点马虎了 但是其他的所有的甜蜜的瞬间 如磕刀一样 磕在了我的心里 我啦 各位全媒朋友 我要结婚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谁是我老公吧 他与我相知相惜四年半 他印证有形 他是极品名叫张晋 你们又一定想知道 我喜欢他什么吧 我爱他文武相权 对朋友忠诚 对工作应征 对我都真的不能多说了 多得数不清 哈哈哈 厉害吧 乐三斤蔡萧芬 那时候我们决定要公开 其实挣扎了很久 因为那时候从来没有一人主动公开 他们要结婚的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既然走这一步 不管人家的心意是好还是不好 我总要去面对 所以我们就说出来 然后他说 不管人家的心意怎么样 他是这样子挖住我的手的 他说 我一定要用我们的爱情 打破所有的不好的心意 这个是我最感动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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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回看给媒体的这封公开信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有点不好意思 哈哈哈 他都夸得太太夸张了 以至于后来很多媒体跟我打招呼的是 怎么样啊极拼老公跟我说 哈哈哈极拼老公 但是我其实是很感谢他这么看重我 他看重我是让我可以更加有力量和友去去面对外界的东西 你当然你公开你就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后果就是 就可能第一天会有很多人祝福你 但是那一天过后就可能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就会负面而来 但是我们会用自己的爱去击碎这些思考的事 我找到我的爱丽丝了 她是吉娜爱丽丝朗朗 哇 哇 哇 弹手制爱丽丝 哈哈 因为那个时候朗朗正在她那个献给爱丽丝那个钢琴曲人 巡演 对 然后就写了她找到了她的爱丽丝就是我 哎呀美的 哇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中国的媒体就是网络的账号 然后所以我现在说我的话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就是我找到了我的全世界她叫朗朗 这个刚好是一个对应 我找到我的爱丽丝 然后她说我找到了我的全世界 我的妈呀这 我发那个微博的正好是在我们结婚那天 在我找到那个吉娜之前可以说就是肯定是钢琴是这个伴侣 对 所以我觉得拿这个有一个寓意吧 就是这样我也找到我的爱丽丝了她是吉娜爱丽丝